我便說我終於會再做的 我答應大家我會再做 在2004年大遊行前夕 就搞了 抑敏地封咪之後 我們叫了一個英雄大會 有三個人出來負責 搞了這個人民台 人民台一直都在我們公司裏做 就是Ebby 黃岸賢 不斷噹噹噹噹 一直做了兩年多 直至到 長毛和黃岸賢吵架 於是就做了一個 賣Radio出來 那個問題是怎樣呢 首先第一 在這個 在我做完賭董之後 跟著我做了其中一年多 做了賭董的運動 我就覺得 對香港的責任來講 我作為一些 賭董是我的公民責任 就是對於董建華這樣 賭合逆思如果不賭他 就對香港忍不住 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說 長遠來講 我應該有一點點貢獻 就是在這個 其實公民教育 這一種公民教育的工作 長遠來講 對香港最有利的一些 basic的公民教育的工作 人民台 my radio 和reporter 都是如此 就是由頭到尾 這個 都不是 原本都不是一個 亡賺錢的生意 亦都是一個非常難賺錢的生意 好了 講到這裏 就是賣Radio 去到某個程度之後 那些cost 就out of control 大家知道 如果看一下 其實只是這個 現在講這些數 完全沒有租金 和電器 這些東西 在內 已經完全不計 這樣就是 但是後來沒有辦法不擴大來搞的 因為呢 要不然你就一定不停蝕本的 因為大家只要看 connectivity 都已經4萬元了 已經是 那麽內 其實就是前流投資 200-300萬內道 就是這樣 其中機器就只有一百多萬 就是這樣 你陸續買些 陸續買些 結果就是這樣收場 就是這樣 這些是租金完全不計 每個月根本已經是去到 my radio 去到後期 已經將近10萬元支出 去到10萬元支出 那時候你就要考慮 博不博一博 就是唯有將它擴大一些 而希望不蝕 還是呢 就一直蝕10萬 你的選擇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要是一毫子收入都沒有 賣radio那時候 基本上是 就是這樣 而你說在網上 賣這個 聲音廣告 我們 基本上是wrap radio 賣聲音廣告 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因為它沒有一個現有的機制去賣 因為去賣聲音廣告 那些人一定是出身於那些電台 他才有那些客人 而電台的銷售是很高的工資 一個限定十幾匹 根本是不可能請得起的 一個已經跪了我們整個台 因為那些人是一包pocket client 賊帳得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 Mark在新城做很久 他很熟悉這些商業 這些商業不是很厲害的 那些商業不是很厲害的 那些商業是賺幾百一年 我們會不會請到那些人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結果那些收入呢 我們現在大家看到那些收入 就會知道那些收入 其實一定要來自網頁的 為什麼一定要跟這個人網 的討論區結合呢 因為如果不然 你就不會有收入的 那些是有現成的廣告 代理人幫你接廣告回來 電台是沒有人會幫你接廣告回來的 就是有Google 我們現在有Google 那其實大家如果努力點去Google 都可以支持到的了 但是呢 大多數人都是一步十行的 就是這樣 要不然呢 其實呢 你就說呢 是很容易夠 就是不是欠很多數 Google 有一家叫AdVector Google是賣Click的 AdVector是不用賣Click的 所以說 設置到Home page 都差很遠的了 因為那個是賣impression的 就是現在我們又有阿里巴巴 這些我們不用找人去賣 我們不會請到人去賣 因為你整盤送這樣的時候 你不會請到有足夠Quality的人 去做Marketing 或者Sales 根本就是 那個困局在這裡 就是這些人做Marketing 和Sales的人 基本上是很貴薪的 當然我們也不會是 有些很厲害的做Programming的人 我們做Programming的人 不過是很原始的 做Programming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做Programming的人 他根本就是去創業了 做一家很簡單的網頁公司 他就在家裡 那些人不自在打工 那些人不自在打工 而我是不會 Programming 基本上是完全不懂 如果你說要做一些事出來 是靠function的人 這個是沒有可能 你自己 就算你不是一個這方面的天才 因為你起碼需要是什麼呢 起碼需要你都懂得告訴別人 你的要求 和基本上怎麼做 連這個都做不到 你明白嗎 我都明知道現在很厲害的網頁 所以當然是他發明了一種功能 而那些人自己加上去 例如YouTube Facebook 那些 但這些你不是一個盲的人 都能夠做的 我所認識的 就是傳統的傳媒的方法 就是這樣 好 那大家看看頭一頁 大家會看到一個簡單的情況 是怎麼樣 我再講 以11月來講 其實基本上是蝕147,000元 就是蝕15萬左右 在Google的收入是有3萬1 這個已經不錯了 這個已經不錯了 如果不然他平時會再 那些人是不夠恒心 他可能會跌下去 First Credit的贊助是最值錢的 他有半年的贊助有2萬元 加州紅是1萬元 再加1萬元QPont 那我買了什麼QPont 我買了出去六折 另外 賣的AdviceQPont 就是有5%賺的 大部分都是我家人買的 因為反正 大家只要有一份表給你看 其實很簡單 我分為香港區 九龍什麼什麼 我叫了我老婆 消息一下 他們吃飯 就去那裡吃 你知道嗎 當然最好就是 你跟別人夾粉去那裡吃 那人來夾錢給你 於是就不用拿錢出來 還有些錢回頭 現在那些特價那些是六折的 不是特價那些是七折 就是這樣 他是當現金融的 例如說 阿壹是在銅鑼灣區出沒的 你吃宵夜 反正都吃宵夜 你就去喜記 你明白嗎 去喜記 就是這樣 喜記是六折的 那你 那你 蕭瑤瑤去吃 這個漢堡包 我就叫它 Fresh Burger 就是它有六折 加上同學去吃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Anyway 而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這個 為什麼要做Eat Wise呢 就是因為 和飲食天王合作 我們會在網上介紹 將和來在亞視出的食肆 一個月就有六七間左右 每間我們會收到兩萬QPON出來 現在這些沒什麼錢賺 但是那些QPON去到 就幫補了很多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只可以這樣說 大家看了幾個大數 就是後勤人員大概是五萬八左右 現在這個月 前線人員是九萬五左右 伺服器是三萬三千多 另外就是有些居馬費 所以沒有辦法之下 其實首先第一個 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想 第一個就是減了 沒有辦法不通知 減了消息快活人 因為他們兩個收的人工 當然是相當貴的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其他人的居馬費 基本上都是接隔一致的 除了Henman之外 我又不想 轉了幾個月前 我又不想那些人說 來這裡做的士費都虧了 所以一定要有些的士費 你知不知道 好了 這樣加起來 就是十四萬七 你看看下個月的數 我一剪 剪了 其實現在大致上的方案 等一下大家可以選擇 那些節目 有些邊緣的節目 可以有些邊緣的節目 不要 其實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 將兩台合一 然後反而是 播到兩點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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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